DNC 2015 ICT PLNA MC第五题 这题刚刚少了一半学生答 我昨天就说有一个马拉松 总共有1万个选手参加这个比赛 每一个选手的鞋鞋上都贴了RFID的Tag Tag里面储存了一个Unique ID Code 直接派发给选手的编号 RFID的全名叫Radial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它是一种无线望络的科技 可以在起点和中点记录到跑手经过那个时间 刚刚就问如果我要做一个比赛 有1万个选手参加的 即是有1万个Unique ID Tag最少要多少Storage Size 即是Memory 最少要多少个Byte或者Beat 其实我们有一条公式 公式就是2N次方 N就是Number of Beats 2N次方乘出来的就是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或者是Patterns 现在我们要找N是多少 其实我们要认为2N次方 何时是大过1万 你记得数学科里面学过的Log 可以用Log去解决 但不记得也不要紧的 你可以找个数据去试 212次方 13 14 1、6、3、8、4 刚刚大过1万 212的13次方只是8、1、9、2 还是小的 所以14B就够了 但题目并没有一个Beat的单位 A、B、C、D 只有Byte 这个就是他给了4个答案 1、2、3、4Byte 14B 最近那个就是 要大过他 2Byte 因为1Byte有8Byte 如果转回1Byte 这个就需要2Byte 因为1Byte只有8Byte 2Byte只有16Byte 3Byte就太多了 因为他要minimum 最少多少Byte 当然如果你记得Log的公式怎样用 其实可以快点找一个答案 左右tickLog 跟着这个N搬到前面 N乘Log2 是大过Log1万 所以N是大过Log1万 除Log2 这个就是答案 可以这样按计数机 这个是13.3 所以Mass1上的答案 就是14B 即是2Byte 起码 我们最后重新再讲一次 为什麽这个公式是怎麽来的呢 2个N次方 N就是N number of bits 2个N次方就是Total number of combination 或者pattern 基本上它来自数学科里面的3Dive 譬如你只有1个bit 1个bit 你只有1个0和1个1 所以你只有2个pattern 即0和1 如果你有2个bit 你会开枝散叶 每一个0和1 都再散开做一对的0和1 所以这里已有4个pattern 0、0、0、1、1、0、1、1、1 每多的bit 你会很明显将Number of pattern double一样 再推一下 3边 每一个都开枝散叶 0、1、0、1 0、1 所以这里总共有1、2、3、4、5、6、7、8 8个pattern 哪个啊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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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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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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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1、0、0、0、1 1、0、0、1、0、1、1 1、0、1、1 这里1bit两个pattern,就是2的1次方 2bit四个pattern,就是2的2次方 3bit八个pattern,就是2的3次方 你可以想像如果这个是nbit 这里总结有多少个pattern呢? 就会是2 to the power n 这个其实是梨事俗科里面那个3Diagram的concept